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说这两千多封信就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 两千封信 两千封信 两千封信是五年 就是被一辆摩托车撞出了八米远 那心疼坏你爸爸妈妈了吧 我从小是在我姨和姨父家长大的 为什么 很多种原因吧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从小是在那里 Music 我从小是在那里易热到外 的欢迎 搞笑 Th jó 传出来 我想要说的话 传出来 要说不出的话 传出来 要藏在心里的话 传出来 你还要把声唱 传出来 传出来 我想要说的话 传出来 要说不出的话 传出来 我藏在心里的话 传出来 爱要大声唱 传出来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亲爱的观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说看的是 向幸福出发 我是节目主持人滚头 我是幸福观察员王维念 大家好吧 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 在委托人们各自不同的 人生故事当中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欢迎继续收看 向幸福出发 接下来要上场的 这位委托人呢 我们先来通过一首歌 来认识他 掌声欢迎 国一见 国一见 去把儿子 祝福出发 清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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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生一智 天生一智 难自清 天生离之难 此情 恒恒一去千古不思 来 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叫国一剑 来自山东 莱州 三山岛街道 郭西村 我现在做的是海产品 群带菜的销售工作 同时我也是一名音乐爱好者 谢谢 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 王导 别小看我们面前这小伙子 没干小看 人家可是总导演 总策划 总撰稿 总制片人 总主持 不好意思吗 别别别 真不知道是您来了 来 请坐 是是是那个 是不是那个 那 村晚 大家听过没 听说过 村晚 我就一直想上村晚呢 村里的 村晚 简称村晚 这家就给我吓一跳 我以为就是导演来挑人来了 你 这怎么 我跟你讲 现在想上他们村上那村晚 也不容易 那也不是一般人就能随便上的 也就是说 我要是上你们村的村 村晚 村晚 您还得审查 对 我知道 王导演是 以前是村晚的导演 我是我们村的 小导演 我是我们村里的导演 主持人 还有总撰稿 今天来到我们向幸福出发的舞台上 我也想向王导请教请教 这你找着人了 就是您要请调什么 这个王导可能对我们现在这村晚 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水准 现在没有什么概念 没概念 来 小国 给大家来一段 好 就是那个经典的 反正就是你水平最高的什么的 你就先露一手 好吧 鞭炮生生辞又岁 神州大地迎新春 伴随着喜庆的鞭炮 罗国生生 满回着学业的心情 我们即将送走 受过来的2019年 也即将迎来 充满了希望的2020年 在这里 我们要代表 郭西村 村良维 给所有的父老乡亲们 拜年了 祝福大家 您在新的年龄 能够身体好 工作好 家庭好 事业好 吃得好 睡得好 一天更比一天好 好上家好 好得不得了 总是祝您 一切都好 你说他这是有模有样的 是啊 感受到压力了 对啊 那吉祥话 你站在旁边 我跟你讲 你不一定能搭上 是 村里头办了多少年了 咱们坐下来聊好吗 我们这个村晚现在 从09年开始到现在 已经十年了 十年 每年都是你的总导演吗 对 每年都是 就没有人把你换过吗 没有 是不是这个村晚 就是一开始第一届村晚 就是你挑的头啊 对 第一届村晚就是我挑的头 在我们 创始人 创始人 对 在我们之前就是 我们村里那会儿就是 过年的时候喜欢纽阳歌 就是我一看光纽阳歌 其实也不太好 最后挑着这个头 然后呢就是 加上唱歌 跳舞 唱京剧啊 唱我们地方的这个山东旅剧啊 就是丰富一些 就表演节目的人 都是村里的相亲是吗 对对对 会有外援吗 没有什么外援 基本上都是我们村里的 但是吧 我们这个春晚呢 因为都是在 这个露天户外的 我正想问呢 你老家是哪 山东来州 山东 这个春节的时候 正是特冷的时候 特别特别冷 你还是 肯定说是在户外是吧 对 然后好多那个天冷嘛 我们都正月 那个又是冬天 好多阿姨为了这种效果 就穿得特别少 然后很多人就是感冒了 你们是哪一天搞呢 是就是和我们是 春晚是同步的吗 是三十还是初一 我们都是看完了春晚以后 感觉不过瘾 我们就正月里 正月里 然后一般都是 初四初五啊 初六七 这样子 先把这个央视的春晚 先看 看过了瘾 觉得不过瘾 然后自己再搞一把 对我们还可以就是借鉴 春晚上里面一些好的节目 然后我们也去模仿 对 然后加入到我们春晚 这个节目当中来 你那意思是说 这三十直播完了之后 你们觉得什么好玩有意思 马上就可能在你们 接下来的春晚当中 有一些体现是吧 对 好的歌曲啊 好的歌舞啊之类的 我们都把它搬到 我们春晚 那何哲是我们创作完了以后 你们直接搬过去 呦 您都模仿过哪个节目 我们模仿过 《美丽中国走起来》 《中国歌最美》啊 这些比较喜庆的 适合过年跳舞 这个演的节目 对 主要是歌舞类的 对 真的是 听上去挺喜庆 挺乐呵的 那你就真的能够保证 全村人上上下下 老老少少 就是无一例外 全都大力支持 你弄的这村晚吗 没有 有没有反对的 也有反对的 因为我们就是 不光在我们村嘛 然后我们就是每年 都到十里八村 跟他们一起去 搞这个村晚 然后天气又比较冷 然后呢 我们又没有那种 客车 就条件比较艰苦 就坐着大头车 阿姨们就坐在 那个号斗里 然后就出去 一天最多跑六场 正月里最多跑六场 很多阿姨回来就感冒了 对 人家老公不干了吧 对 他家里人 有的孩子们 也都不愿意了 就是找到我就说 你们这个不能搞了 家里人都生病了 你看让他们 坐了那个棚里头 就有矛盾了 我们坐外头 有的人坐在棚里头 就不乐意了 就找到我们 你们这个再不能 不能再办了 我们以后再也不出去了 就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 虽然说十年这个村晚 但是中间断过一年 说实话 被迫停止了一年 对 这个确确实实 你在赶上下大雪 这确实不合适 对 有的时候 这个你演出 你穿上大棉猴 这个跳舞 显然不现实 对不对 你穿得太薄了吧 就必然会生病 对 这个问题是不是 困扰你们十多年了 每年都会有生病的 对 但是后来吧 就是我们一想 就不在晚上搞了 就是挑那个天好的时候 哪天天气比较暖和呀 看看天气暴 然后这两天天气都比较好 然后我们就选这样的日 对 白天 有太阳的时候 暖和一点的时候 这样子去搞 就是 这个 这其实更多的是 这个丰富了你们的这种 老百姓那种文化生活 对 这你也算是 干了一件好事 但是我就很好奇 您是 其实是来 您打算谢谁呢 我主要是谢谢 我的爸爸妈妈 然后就是 一直在背后 默默地支持我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把国一剑的父母 请上场 两位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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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还行啊 我爸爸现在 就是脑血栓之后 在这17年的 得病过程当中 他现在就是 前两年又得上 那个帕金森 现在整个说 就是起步 特别特别困难 慢慢走起来就好了 这个是十多年了是吧 对 17年了 他应该是 是不是康复训练的 不是特别到位 现在应该说 17年刚开始的时候 得病的时候 瘫痪在床 结果我妈就是 每天带着她锻炼 每天我妈妈自己 也发明了个 那个康复车 每天踢着三轮车 带着我爸爸 每天吃完早饭之后 就要去锻炼 就要去 每天都要去走 早晨和下午 那这老妈妈不容易 所以说这么些年 也一直没有就是倒下过 虽然17年 妈妈付出了很多辛苦 是不是啊 谢谢 来 听说妈妈特别喜欢王导 对 是吧 我特别喜欢王导 喜欢喜欢感双老师 你们的节目 只要你们有这个节目 相信我出发 我们天天看 天天看 很感动我们 对 这个老徒子也跟着一块看 对 你跟着我爸也跟着哭 那老爸没有说 你怎么老看的 跟王伟念 对 他是我的偶像 你跟他说 对 那他没有说 我不叫你看 我就偏看 我妈其实 今天来到幸福出发的舞台 也有一个梦想 您说 我妈自己说 您什么梦想 啥梦想 我的梦想 能和王老师 来一段 天蓝之爱之歌 希望大家喜欢 那你就唱 我跟着你表演 我能跟就跟上 好 来 预备 开始 天上飞的是谁吗 鸟儿还是云朵 我爸自己唱的 你听到了没 听到了 天上飞的是谁吗 花瓣还是露水 我爸坏了山坡 你受到了吗 还有一天蓝春的爱 中国爱拉索 幸福随着 能向来的呀 用天蓝春的爱 中国爱拉索 幸福不要远 层层歌声飞 飞 所以我觉得真的也是难得妈妈有这样一个外向开朗的性格 也有这样唱歌的爱好 因为我们知道照顾病人非常辛苦 那当然 因为如果心疼自己的这老头子 那得多着急呀 但一唱歌可能就把那种焦虑啊痛苦啊 就能够缓解很多 其实我们听的是一个小伙子半春晚的故事 但是其实我更感受到的是 这个女人的不容易 对 我必要带了一些孩子 丈夫生病以后他的那份执着 那份付出 那份不离不弃 这可能就是我们说的 普普通人家的那种幸福 追求幸福的那种简单的那种方法 你儿子呀 今天来了 说是想谢谢您 谢谢他爸 这个他在家跟你说了没有 我要去中央台 幸福出发谢谢你 有说了没有 对 他说的 妈 我要带上你爸和我妈 向幸福出发去录节目 我说我不能去 你爸有病 你看吧 大家都看吧 走路都不方便 我说 我说 我说后来我去 去看看晚通老 晚通老师 晚通老师和王文贤老师 我是最想念你们就要看的 我 就要王文贤老师邀请我们来唱歌 我就来 来了 对 那你还会唱啥歌呢 敖宝相会 对 对 敖宝相会 那咱俩唱个敖宝相会 来 是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药 为什么旁边没有云藏 我当年 我当年太多美丽的姑娘 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 我当年太多美丽的姑娘 我当年太多美丽的姑娘 我觉得不愧是总导演的妈妈 这舞台经验非常丰富 是啊 是吧 我一带也要收 你看 就唱半段 人家咔跟着就走了 人家不使劲往第二段上带你 所以我就知道 就为什么我们这个国艺界 自己一个人就把村里的这村晚 红红火火就办起来 一半还办了十年 是 是吧 所以今年咱们还要办 明年还要办 咱们办下去 继续办 对 继续还要办下去 接下来咱们就把你心中 要感谢老爸老妈的话 在我们向幸福出发的舞台 大声地告诉他们 好吗 好 谢谢我的爸爸妈妈 这么多年 对我的养育之恩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 不管我的每一次选择 每一次抉择 爸爸妈妈都非常非常支持我 其实在这里 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妈妈 我爸爸这十六七年 脑血栓 一直是我妈妈不离不弃 也不放弃他 每天带着他锻炼 每天带着他康复 真的我觉得 就像两位老师说的一样 一天两天 几个月 都可以 一直坚持了这十几年 真的 我觉得作为我的妈妈 太不容易了 爸爸得病之后 我觉得一直是 妈妈 在顶起这个家 也维护着这个家庭 让爸爸一直这么几年 能够坚持下来 谢谢妈妈 谢谢 谢谢我的 所以妈妈您辛苦了 谢谢 在今后的日子里 您还继续保持您这种 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也让我们祝福 郭一剑一家 生活会更好 继续向幸福出发 谢谢 老师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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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向幸福出发 阿姨大师唱出来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歌声 束发心中的情感吧 那在这个环节 我们的总导演 总主持人 热爱歌唱的 郭一剑 唱一首歌 献给支持你的爸爸妈妈 献给支持你的父老乡亲 好 唱一首 《美丽中国》走起来 好 一起来欣赏 谢谢 美丽中国 走起来 美丽美丽中国 走起来 不要遲疑 别在等待 一起摇摆 美丽美丽中国 走起来 只要你寻找 就能找到 你的最爱 人来人往生活 节奏总是那么快 忙忙碌碌忘记 外面其实很精彩 每日每夜 不停的奔忙 渴望拥抱梦想 敞开自由胸怀 大河上下千里高远 宛愁的山脉 长江黄河春暖花开 云朵夜洁白 山中的鸟儿 大声的歌唱 唱出那快乐 享受着天来 美丽美丽中国 走起来 不要迟疑别再 等待一起摇摆 美丽美丽中国 走起来 只要你寻找 就能找到 你的最爱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欢迎继续收看 向幸福出发 接下来要上场的 美国人叫 风珊珊 首先要为大家 演唱一首歌曲 打起手骨 唱起歌 掌声有请 打起手骨唱几歌 我骑着马儿翻山河 千里牧场牛羊装 风手的庄家山金河 我的手骨总清晨 远近的歌声珍山河 才能开心 赴花开千万河 打起手骨唱几歌 我骑着马儿翻山河 我生进泉水里流的家乡边的歌 我的手骨总清晨 唱起美好的新生活 这年将往北陆下 愿越唱歌越多 谢谢 女中音的音色 非常的难得 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好 大家好 我是风珊珊 来自天津堂姑 是一位独唱演员 谢谢大家 唱了很多年了吧 唱了得有三十来年了 今天来是要谢谢谁的呢 主要是感谢母亲 感谢母亲 还有曾经帮助过我 对我有恩的所有的朋友们 您这个嗓音 是从母亲这边遗传的吗 应该是不光是母亲父亲 还有我们这个家族吧 因为我们家里是个大家庭 这个姑姑叔叔都喜欢唱歌 有他们的遗传基因 但是唱歌这事吧 它除了声带的条件本身 这个决定你的这个声音的高低 对 或者大小 对 更重要的是你得会唱 你跟我们唱两句 大海啊互相 那跟王老师一起吧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大海就是我故乡 海边出生 海里城堂 大海啊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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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妈妈一样 走遍天涯海角 坐在我的身旁 你来跟您看我们的时候 你提前给我打电话 你到时候 你可能我会演出太忙 就我们团吧 就是演出会多 你要不打电话 我可能没法接待你 没事 那个有老妈在那儿呢 我去看老妈去 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 风女士的妈妈上场 看着诊人了 老妈妈给我们 带着什么好吃的呀 王老师 王老师 我要说一下 王老师 我要说一下 这是我老妈妈 特意为这个 王老师和管老师 带来的天津的特产 老妈妈给我带的 谁说的 你要想吃啊 您可以吃点炸 妈妈 您的多大了 我今天七十八 你看看 刚才听女儿跟我唱歌 听着了吗 听到了 女儿唱得好不好 可以吧 可以 那您的鼓励啊 女儿唱得好 我怎么说好啊 我自己夸 我自己的闺女啊 那你可得就夸啊 合适吗 我唱得好不好 你唱得好 老妈 就您上场之前呢 我们还研究来着 说您这闺女啊 这嗓音 是不是从您那儿 遗传过来的 对 您唱过没有 小时候 小时候经常去唱 经常唱 现在还会唱吗 现在唱也差着了 这么大岁数也都忘了 整一段吧 整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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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 开始 安城的姑娘嘴片儿瞧 哥哥会说的书来包 只要听见那新鲜声 她一遍就是一大套 东府说戏不到 今天我来唱扫扫 上个中学文化高 白天下地去干活 晚上回来叫夜宵 她广播 她赌宝 国家的大事 她制造 这一生俺哥 永远厉害 给俺们找了一个 好嫂嫂 老妈妈 你贵女活了活不了 我不知道 您了活了 所以现在真的是能够理解了 我们这个珊珊姐 就是在这么一个氛围之下 当然 爱唱很多 她自己她就是爱好这个 爱好 也不爱工厂的工作 也不乐意大家当家庭妇女 就是喜欢万一 我听出来了 她就是不好好工作 对了 不好好工作 对了 不好工作就是不乐意下工厂 就是喜欢唱歌 贵女今天要谢谢你 哎呀 谢谢我呀 我还说那句话 谢谢我呀 还是小事 最主要的是自己的努力 王老师 你听听 真的 我说个套心我这句话 你这她多刻苦 我自个儿 瘦了多少 委屈 有时候不吃饭 哎呀 妈妈都心疼 有时候不吃饭 她爸爸一到 回来 就走了 去天下 上课去 一个月去一趟 有时候熟了 没有鸡毛钱 也没法吃 哎呀 妈妈这又 就难过了 委屈 哎呦 她不委屈了啊 现在咱啥都好了啊 擦擦泪 去吃了 就奶的那个白眼啊 听的那个鲜话呀 带脸缝带刺的 哎呦 那就是 那都是说明 她们不了解 咱家的实力 现在闺女要谢谢您了 咱还得站一会儿 亲爱的妈妈 真的 实际上 对您的这个恩情 是用语言 不能倒数的 感谢您 给了我 一生的 给了我人生的 这个最好的年华 给了我的生命 感恩您 在风口浪尖 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候 给了我大力的支持 鼓励 让我能 有今天 能站在一个最高的舞台上 把我的歌 献给全国人民 让大家能够喜欢我唱的歌 在此呢 我衷心地祝福您老人家 健康长寿 我们向一百出发 祝您老 永远永远地健康 谢谢妈妈 谢谢 谢谢 谢谢我的好婚娘 谢谢 你得照你的妈妈 给我活几年 那今天 女儿感谢了妈妈之外 还要感谢 在家庭困难到来的时候 能够 及时 向这个家 伸出援手的 一位 一位朋友 朋友 或者说 可以称为亲人 对不对 亲亲 怎么称呼他呢 冯玉成先生 好 有请冯先生上卡 你好 你好 我介绍一下吧 好 来自天津堂固 我叫冯玉成 跟小凤姐 是好朋友 您为什么要谢谢他呢 因为我们都有 都有自己的兄弟姐妹 都有自己的亲情 但是因为我是经历过 两次生死离别的 我的父亲 癌症去世 后来我的爱人 相聚八年 两个亲人 而且都是在大年的时候 我父亲是2008年的 大年初六的晚上走的 我的爱人是在2016年的 大年初四的晚上走的 明白了 这个重要的重大的伤痛 他都在你身边 帮助你 所以说 王老师 真的 我们家这么多年 基本上就没过过年 因为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 就想到自己的亲人 那种感觉真的生离死别 感谢冯先生的确是 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也借助我们这个舞台 冯先生是一个代表 实际上帮助我的 还有好多好朋友 真的在我们最痛苦 最关键 最无力的时候 伸出了援助之手 虽然说没有回天之力 没有挽救 挽留他们的生命 但是 就是用他们的双手 用他们的爱心 曾经帮助过我 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 虽然说 你能说具体一点吗 他当时都做了什么 一句话 严重了 严重了 不 医生 一定要这样 像我父亲2008年 癌症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 家里边所有的钱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们有一个癌症的患者 我们都想尽一切办法 去挽留他的生命 那我们到最后 实在钱都借变了 亲戚朋友 就是有的 所有的亲戚 咱们也是要脸的人 找人家伸手借钱 这个滋味 非常非常的难的 我也不愿意那样子做 但是没有办法了 后来冯先生知道了 真的就慷慨解纳 虽然不多 他说能怎么样 我们尽量就去做 那时候 真的 我那时候差点给他跪下 就是觉得 自己的亲人又怎么样 我父亲真的家里边 是个大家庭 作为一个朋友 作为我爱人一个朋友 我们还有一些亲戚关系 虽然是这样 那么自己的哥们弟兄 又能怎么样 对吧 王老师 所以说 这是七一要感谢 七二 事隔八年之后 没想到这个厄运 又降练在我的头上 没有想到我的爱人 又查出来这个胃癌的晚期 那么我们做了这个 胃癌切除的手术 但是到后来也是 我没有给他放化疗 因为那个太痛苦了 我父亲是那样走的 但是想尽一切办法 去给他治疗 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去给他买药 买各种偏方 各种药 每副药都要上万几千块钱 把我们所有的存款 真的都已经花光了 又花光了 自己的亲哥们弟兄 都没有给过 最多给五百块钱 有的甚至一分钱 都没有给过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第二次 冯先生 又真的慷慨解囊 又伸出这个仁爱之手 来帮助我们 你说这样对你有恩的人 我们能不去报答 那当然 那当然 我很欣赏你的态度 对这件事情不在意 但是您不让他说出来 您看他这性格 能憋出毛病来 来吧 那样 你千万甭客气 来吧 来 大哥就站你面前 我觉得像咱这家的关系 这么深的矫情 你提感谢 我觉得太省了 太省了 我跟管老师 在这个幸福出发的现场 还是第一次遇到了 拒绝感谢 但是我觉得很美好 这种美好就在于 就是因为他不在意 所以他才当初是真想帮助他 对不对 对 算是应该的 对 这都是应该的 在这个舞台上 不光谢冯玉成 还有我们云川 春城老师 还有好多好多老师 对我有个大恩 真的 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 就看着生命危机的时候 伸出双手来帮助我 真的 我一定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 将充满最大的爱 虽然你跟我爱人是好朋友 我们又是亲戚 我们也是朋友 但是这份心 不是朋友都可以做到的 我有自己的亲人 我也经历过 但是我心里像明镜一样的 所以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一定要感谢冯先生 在当年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伸出原爱之手 虽然没有挽救了他们的生命 但是你的善良 你的举止 真的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谢谢我的恩人 做救人于圣死罐头 助人于伪难之众 这是人的本性应该所具有的 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 患难见真情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用歌声抒发 心中情感的时刻了 风女士 您是一位专业的歌唱家 在这个环节 您准备演唱哪一首歌 表达您感恩之情 我想演唱一首 我最喜欢也最动情的一首歌 我的深情为你守候 你的爱在我胸口 每个梦如此温柔 走过的岁月 终于岁月 把你放在我心头 你往前面的心头 你脚步从未停留 感动你所有 所有的干顾 都和你还会有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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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深情为你守候 我的深情为你守候 我什么时候 我什么地方 我的爱会有仇 我什么时候 我的深情为你守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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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向幸福出发 在请出下一位委托人之前 大家先来看 我手中里这是什么呢 信 对 这一档信 您估计有多少封吧 有八十封以上了 差不多 但其实这一档 仅仅是我们委托人 手中信件的冰山一角 因为信的主人手里 这样的信件 大概得有两千多封 莫非这信都是情书 才对了 那么信的背后 究竟有着 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现在就让我们有请委托人上场 你好 你好 欢迎您 首先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乔崇晓 来自河南南洋 今年三十八岁 我跟我老公开了一个小吃店 在您上场之前 我们大家已经先认识了您的这些老物件 这个信件真的是像我所介绍的至少有两千多封吗 两千封差不多 我是十六岁多 不到十七岁 然后我同学 过老公他们两个是战友 然后刚到部队 过我们签了签 那个时候是比友 就像现在的网友一样 由比友变成了朋友 由朋友变成了女友 由女友变成了一辈子的友 对 是 所以说这两千多封信 就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 两千封信 两千封信 两千封信是五年 有时候一周我们可以达到七封八封 每天一封 一天两次 有时候一天两封也有 我们通信通了三年 都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 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 你跟他通信 对 万一到时候一见面 长得比我还难看 那怎么办呢 那不可能 开个玩笑 王老师 开个玩笑 这话你等一下 他好看还是不好看 他好看 你也好看 你也好看 你不用安慰我 我受这样的打击多了 就整得 相当于他比你难看 你比他难看 怎么像叶小品似的 原来真实生活当中 真有这样 我特别好奇 我就见见这写两千封信的 这男人能长成啥样 你在请他之前 我先问一个问题 这两千封是你写给人家的 人家就懒得给你回信呢 还是他写给你的 你懒得给他回信 你俩到底谁懒得给谁回信 我们这双方都这样 都有这么多 谁给谁都写 对 是啊 你写得多还是他写得多 他写得多啊 这王导有点小心眼 这个是 是吧 见见吧 见见吗 见见 好 来 有请信的另外一位主人公 上场 你好 你刚才在上场之前 你太太把我上成啥样 你看出来了没有 听出来了没有 我听见了 我听到 你在家里边 你是怎么跟他交流的 让上场把我上成这样 对不对 你就是说你就再帅 是不是 哎 哥们你哪都好 就是眼睛有点小 是 你跟爱人这两千多封信啊 就刺激到他了 特别问了一下 说这信到底是 男生给女生写得多呢 还是女生给男生写得多 你爱人说是 你写给他的多 是 我写得多 那你有点出息好不好 你写那么多信干啥啊 究竟是谁给谁写得多 我不知道 但是呢 第一封信 确实是我们的这位先生 写给女生的 这是那一场爱情中的第一封信 对 对对 我这是我 那个管老师 麻烦你认字比较多 给我们读两个 读一封 我是想读 得征求信的主人的同意 你放心吧 就我就 可以可以 可以吧 可以是吧 对呀 可以 从小 你好 你好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 你可能感到很意外吧 也许你会这样 想 我们互相不认识 但我了解你的情况 请不要生气 首先 请容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这就开始介绍自己 推介性 他有没有提到自己的眼睛的事 没有 我轻易不提 我自己的 张战伟 南 汉 军人 然后在湖南当兵 和转运是同学 转运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和战友 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心 回忆往事 也经常会谈起你 给我讲了你的基本情况 我十分同情你 十分同情 请你不要骂我 和转运无聊 同时他跟我说 你能说会道 而且特别能吃苦 所以呢 我就想结交你这个笔友 我听了这些十分高兴 也十分佩服你在那样的情况下 能够活得如此幸福 但我不知道是什么 支持你在人生道路上 这样热情 对周围的 面对周围的事物呢 我没有别的目的 只想和你讨论 人生道路上的事情 希望你能够满足我 小小的要求 祝天天开心 期盼 佳音 此志敬礼当兵的人 张战伟 那我现在就读到了 一个重要的信息 为什么要写同情呢 因为他在我们刚认识时候 他父亲去世不在了 我听到我战友 说到这个情况以后 所以我比较同情他 一个男孩给我写信 那个时候 感觉行李还是有点抵触的 但是我特别崇拜当兵的人 因为女孩子应该都特别崇拜当兵的人 然后有一次下雨 就是抽屉着乱翻了 翻出信了 然后我说出于礼貌 回一封吧 就出于礼貌 那个时候没有别的想法 两个多月 对 回了一封 在三年之后你们才 对 看到了彼此的照片是吗 对 我记得中间记过一次 是这张吗 对 对 这是啥时候翻出来 我感觉都丢了 这是谁的照片 这是我的 他记给我的 我的 记死的照片 天哪 我看看 不是你俩是谁先给谁 寄出的照片 我先寄给他的 对 多长时间之后 你觉得他 用带引号的时候到手了呢 没有 那我们通信三年以后 你都不敢确定 人家会不会爱上你 对 对 因为毕竟是当时 那你们这三年都写啥呢 那咱们再看一封 再看一封 再看一封 我天哪 这个就是我们女生 写给男生的 这是2002年4月 2002没结婚的时候 2002年没结婚呢 对吧 2003年结到婚 好想你 我亲爱的伟 谢谢你 谢谢你能如此信心 当我打开盒子的那一刻 好惊喜又好甜蜜 亲爱的你知道吗 同事们来看我甜蜜的样子 都好羡慕 都说你真细心 当然 这也是我的心声 亲爱的 你能不能 不知你怎么想起来 我和化妆品 你能否透露一下呢 这对我来说 真是雪中送炭啊 本来那几天 我就打算买的 真的太好了 再次感谢你 老公 那时候已经叫老公了 是吧 是的 但是还没有 已经见过了 没有结婚 快结婚了 对 快结婚就叫上了 2000年见的名字 我看出来了 前面您一直是绷着 后来我看您也不矜持了 亲爱的 夜已经很深了 我妈催我睡觉了 就先聊到这儿吧 晚安 吻你 深爱你的 小 哎呦我天哪 麻呀 这刺激受大了去了 但我真觉得特别美好 因为真的记不清 有多少年就远离这种 书信文字了 你说太对了 其实今天的人们 似乎好像把写信这种方式 都快忘记了 看到他们这样的一种表述 我们只有羡慕的份 这为什么他们到现在 如此的感情 可能观众朋友们 还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 太太后来生病了 是的 对 生了很重的病 是的 对 什么样的病呢 尿毒症 双身 身功能坏死 我现在是尿毒症中后期 然后心脏衰竭 然后右眼失明 所以说 丈夫为了照顾生病的妻子 就从部队离开了 是的 对 所以才回家 有了现在这个小店 就是为了陪伴妻子治病 是 对对对 当时发病是怎么发现的呢 我是03年结婚 04年怀孕的时候 发现是那个认身期糖尿病 六个月的时候 查是那个血糖有点高 大夫说是生完之后 就可以正常了 但是因为九个月的时候 孩子没成 所以那个时候 我心里那个一度也过不来 然后血糖一直都没正常 刚开始是肾炎 08、09年刚开始说肾炎 肾功能出现的 因为血糖特别高 当时那个酱糖的药 中药 西药都得用 用了用了还是不行 慢慢地到08、09年 出现了并发症 肾炎开始出现 一个家伙 两个家伙 三个家伙 慢慢地多起来 到2011年的五月份 肾功能完全坏死了 开始到了透析了 现在是患肾也解决不了问题了 是吧 患肾代价太大了 要一线一块儿患 因为血糖也不正常 那现在最好的维持的方法就是 就是透析了 一周三次 差不多透了九年了 所以我就特别想知道 在这个九年的过程当中 你的先生有没有烦躁过 有没有觉得有点扛不住的感觉 没有 始终是 没有 一个态度吗 对 一个态度 我第一年 透析第一年自杀好几次 我也是接受不了 然后说实在话 我也不想拖累他 我觉得还年轻 也没孩子 你想让他解脱 对 对 我想问一下孩子在现场吗 不在 孩子不在 我透析第二年 我情况也不是太好 然后心情也不好 然后他为了 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庭 给我希望 然后抱养了一个孩子 我想爱人就特别地细心 因为他知道 这是你心中那个 永远的痛和解 对 对 对 可能有了这个宝贝的到来 可能让这个家庭当中呢 就能够多一份活力 对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室那个医院是22层 我上去了 我真不想活了 就那一瞬间 然后我妈给我打电话 我妈不知道我上去了 然后孩子在旁边 孩子那个时候 在旁边一压一压地 听到那个声音了 就那一瞬间 我那个心软下来了 我觉得我得活下去 我既然要了孩子 我得好好照顾他 好好带他 培养他 所以从那儿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杀 我得好好的活着 孩子因为孩子 说实在话也挺可怜的 既然我们没有学院关系的 三个人在一块了 就是缘分 我们要好好过下去 我看我老公如果付出这么多 每个月那个时候钱不够花 每个月都借钱借钱 我想我不能亏了他这一片心 最起码孩子得有个完整的家庭 你们这才叫真正的爱情 他为了你能够安心地活下来 不要有那么多杂念 他居然选择了 领养一个孩子 其实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讲 谁不希望 有一个 自己亲生 自己亲生的孩子 是的 对 而且因为他还得面对他的家长 他可以说从 爱上你那一天起 他就完全活在了你的世界里边 你就是他的全部 为了你高兴 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包括现在开一个小店 是的 是的 现在医药费 这个小店能供得上吗 他现在看病一个月 至少在八千块钱左右 现在我们小店的收入 四千块钱左右 那你这个医药费的 这个来源怎么办呢 我战友们也挺多的 大家一直在帮你 大家一起在帮我 是吧 大家都了解我 战友们了解我的情况 他们认为是应该帮的 该帮的 所以说他们也都 对我都非常地支持 我很感谢他们 真的是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这么 这个震撼的爱情故事 您带着是委托人的牌子 您一定是要谢谢您的先生 对 是吧 我不光谢谢我的先生 我也很感谢他们家人 那您就对着那个 红灯亮了的那个摄像机 跟他们的家人 说说你的心里话 哥 姐 谢谢你们 还有嫂子 还有他八十岁的老父亲 真的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每次回去 什么活也不让干 你想吃什么都做什么 特别老父亲 那个每次就是我们家 自己种的花生 弄的油啊 或者花生 就往这儿拿 说我身体不好 吃点绿色的东西 所以我特别感动 谢谢你们 谢谢 来吧 请起来吧 看着你眼前的这个男人 我突然觉得 他高大了许多 如果说 这一生 你没有好好陪伴 我相信您 无数次地跟自己说 下辈子 也一定还是要 找到这样一个男人 老公 说实在话 我们俩从来没有 这么面对面地 说感谢的话 这就是我们 向幸福出发 为大家提供的一次 破冰行动 我觉得 用感谢 谢谢两个字 已经 表达不了我那种 心里那种感觉了 说着实在的 我希望你身体健康 多睡一分钟的觉 我看你炒菜颠锅的时候 眼泪都流下来了 我知道你腰疼 还在坚持干 所以 我特别不喜欢看的 就是你炒菜的样子 我特别喜欢看的是你睡觉的样子 因为你睡着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烦恼 没有压力 可以歇歇了 所以 有空多睡睡觉 好的 好的 有你真好 好的 放心吧 老婆 有我在 有我在 你 就是我的命 我是你和孩子的考山 放心 有我在 我会让你再呼唤 一个八年 两个八年 三个八年 放心 老婆 我会带着你们 孩子 带着你和孩子 向幸福出发 下辈子我不想遇见你 因为你这辈子太累了 我希望能遇到你 能帮助你的人 不用说这么多 老婆 这是我应该的 一份沉甸甸的爱情 我想起的那句歌词 因为在人群之中 多看了一年 所以注定再也不能忘记 两个人用自己 两千多封的信 写下了这份爱情传奇 我觉得此时此刻 也得把咱家的小宝贝 请上来 一家三口 在向幸福出发的舞台上 咱们来一个团聚 好不好 儿子要小福豆 他说他老大以后 理想是当医生 理想当医生 对 当一个扎针的医生 他每次考试 一般都是 最少98分吧 我说有时候买玩具 他说妈妈 我就买个一块钱 那种卡片都行 我说可以买个十块钱的 他说那不买了 跟妈妈看病吧 太乖了 相信有这么好的爱人的陪伴 有这小精灵的陪伴 真的 我们可以和病魔 一直这样继续抗争下去 是的 也可能会迎来奇迹的那一天 好吗 谢谢 让我们对这一家三口 送上我们祝福的掌声 祝福你们健康平安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向幸福出发 按压大声唱出来 接下来到了我们用歌声 抒发心中情感的时刻了 你的眼神送给我 圣案的老公 好 掌声 加油 加油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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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 那感觉如此神秘 我不仅仅抬起头看着你 而你并不留痕迹 虽然不言不语 叫人难忘记 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 啊 有情天地 我们喜欢心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欢迎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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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续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下一位委托人出场 叶玛太帅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安徽明光的姚亮杰 你今年多大了 十四周岁 我听说你对花式篮球 情有独钟是不是 对 以前念的都是花式篮球 那你今天现场 先给我们秀几个花式表演 来 花筒交给我 你能玩两个吗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十四岁小姑娘 酷爱篮球 身高你现在有多高 一米七一吧 一米七一 还得长 你是不是打小 就是显得又高又壮 又力气大什么的 我小时候身体不这么好 就是经常生病 然后一个星期 基本上五天都会去医院 是吧 对 然后现在就是打篮球身体好 其实你要不这么介绍 很难想象 你说自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小孩 对 小时候出轨也是车祸 被一辆摩托车撞出了八米远 左外面脸 就整个都碰到了 然后矮落听力有点受损 那心疼坏你爸爸妈妈了吧 我从小是在我姨和姨父家长大的 为什么 很多种原因吧 很多个原因 对 咱们请大人上场来聊聊 明白明白 来 请小姚的家人上场 这一大家人 你好 你好 来 邀请 咱们让小朋友把全家的这个情况 介绍一下 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来的都是谁 这是我外婆 外婆 好 那个中间的这个穿红衣服的 我们已经认识了 这位 这个年纪大一点的是谁 是我外爹 外爹 外公 这位是谁 我舅舅 你舅舅 不是外舅 不是 这是谁 我妈妈 这是谁 我爸爸 我觉得那个宝贝 你还是得介绍一个穿红衣服的 你管 他叫什么呢 这是我小姨 这是你小姨 小姨 你们这样的一个家庭组合 看起来这个幸福指数很高 刚才在他上场之前 我突然听到一个 我都觉得有点后悔问的问题 他好像是增加到你们家的一个成员 是的 是的 这么多年以来 你说实话 你的父母对他好一点 还是对你们好一点 我爸呢 就是跟我妈呢 对他应该来说 很好 对我们呢 也很好 但是有那么一点点 他比 对亮姐 应该比我们好像好一点吧 有点偏心 也不是偏心吧 应该叫关爱 就没觉得 他来说就是自己的妹妹一样 没有什么其他的思想在里面 他就是我妹妹 而且他说他小时候身体不好 对 一直身体不好 因为我阿姨怀他的时候呢 年纪也比较大一点嘛 因为他家呢 虽然不是我们这里的 但是外地人 就是我阿姨他们家的条件呢 也不是挺好吧 我们家本身有三个爱女 这是大女孩 还有二女孩在厦门 没有过来 这是我儿子 三个儿子 她的妈妈 是我家属的妹妹 年轻时候在上海打工 认识孩子的爸爸 结婚后 生下有一个女孩 她的大女孩 有十来岁的时候 她的母亲有一天 发现自己还外用 生下她一过以后呢 她的家人 看她是个女孩 就是呢 一字一见 要把她送给别人 我看在眼里 心里很难过 当时我就想 人都要自生土豹的 所以我决定 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 两岁的时候 有一天早上 她发高烧 我把她带到诊所里面 去打了一针 抱回了家 没有多一会 她口吐白沫 哄死过去 所以我把她抱到医院里面 诊所医院的医生 怎么抢救 也抢救不过来 这个时候 我找车来转验 三十岁的时候 孩子在过马路的时候 被一辆无形的摩托车 一头传了上去 衣服挂在摩托车上 送到地 拖了七八米地 当时我跪在医生面前 哭着喊着 医生 你一定要救活我的孩子 经过七个小时的抢救 我就真正哭了七个小时 当时硬把孩子的命 给哭回来了 医生说 这个孩子以后会有后遗症的 当时我们看到她的时候 她的头肿得像大头娃娃一样 红绳上下 都被拖得没有一块好肉 在医生的治疗下 当时的医疗费 都是街房邻居 亲戚朋友凑的 试试的时候 有一天我发现她身上起红点 医生说 这个小孩小瘦板低 低到什么程度呢 正常孩子是一百至三百 她只有十六 象征着肥血病 当时我心想 当时是认定是这个 白血病了 当时我心想 这个孩子没有救了 那后来查清楚了吗 是什么病 血小瘦底 低到一定程度 就是肥血病 但是她不是 不是白血病吧 不是 可以说全家人 是用尽所有的能力和精力 来拯救她 才有了今天 这么一个快乐健康的女孩 刚才这开着滑板就上来了 两个篮球一小整的话 我就以为她是一个运动健将 家庭中长大的孩子 因为亮姐小说吗 因为身体不好 然后我爸就锻炼她打篮球 所以说这个家庭的幸福 这个是大家的努力换来的 其实这样的一种爱 实际上是大爱 我相信今天的你们 一定能理解爸爸的这份付出 你看刚才爸爸讲述的时候 我看儿子在那流泪 按照逻辑讲的话 当年爸爸为了照顾妹妹 照顾自己少了 听上去感动就可以了 哪里来的泪水呢 就说明你非常理解父亲的这份付出 您告诉我刚才你为什么会流泪 你拿着话筒说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特别的穷 可能就是说这一顿吃完了 下一顿吃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更理解父亲和母亲 小时候对我们那种关怀 至于我的妹妹 我一点都没有反对的心理去看她 反而更支持她们 真的 所以此时此刻呢 我就想跟你的这个小妹妹说 你是一个多么幸运的孩子 这一家人把全部的爱可以说 都堆积在了你的身上 让你丝毫没有感觉到 孤独和寂寞 并且在你的印象中 似乎好像亲生父母 在你的记忆中 已经完全模糊了 后来有过机会见见他们吗 有 愿到他们的时候什么感觉 就感觉 我姨父就像我的亲生父母一样 他们有没有产生 想让你回到家里的念头 有 后来你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场 我以前嘛 就是在我姨和姨父家 我习惯了嘛 就感觉挺好的 就把这当自己家一样 现在平时跟他们有电话联络吗 有 有联络 有联络 你会怎么称呼他们 必定是自己亲生父母嘛 还是 还是爸爸妈妈 还会叫爸爸妈妈 他们有没有表达过 歉意说 他有过这种表处没有 没有过语言表达 没有语言表达 可能他们内心无数次地说 想跟你说 也许我们中国人的表达很含蓄 当然了 这一切都是曾经的往事 今天你是委托人 坐在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包括这个小宝宝 都是你要感谢的人 没有他们的爱 你绝不可能 在14岁的时候 长得这么健康 活得这么快乐 所以现在请你起来 请全家起立 先感谢一下我大姐吧 因为我大姐对我 就是跟自己的亲妹妹一样 非常感谢我大姐吧 不用感谢 应该的 抱抱大姐 好 也希望你以后乖一点 好好努力 好 好 也谢谢我的大姐夫吧 大姐夫 因为我 大姐夫从来没有敢阻止 大姐对你好 大姐夫和我大姐一样都对我特别好 是吧 因为我六岁的时候他们就结婚了嘛 然后天天带我去哪儿玩啊 干门干门东西的 谢谢大姐夫 对 接下来你想谢谢谁了 我 谢谢我海拳哥吧 海拳哥初恋 我海拳哥 也对我特别好 然后什么事都想着我啊 什么带给我好吃的 带我去哪儿玩啊 什么东西的 跟一个好朋友一样 对 那就好好地做好朋友 这个海拳哥 他对你的这种爱呢 我能感觉得到 他刚才爸爸在讲述的时候 他在流眼泪 所以一定要对得起海拳哥 对你的那份在意 因为这一家人 如果他要从中阻隔 他要提出抗议 你还真得不到这么多的爱 所以此时此刻 也给海拳哥一个拥抱吧 好 好 接下来想谢谢谁了呢 谢谢我姨和姨父 姨 姨父初恋 你现在还叫他们姨姨父吗 你从来没有叫过爸爸妈妈吗 对 就从小时候到现在 都一直叫的是姨和姨父 你有过那种 想叫爸妈的冲动吗 没有想过吧 没有想过 他们也没有这个要求 我觉得 哪怕以后不叫 至少应该给他们一个 享受父亲的机会 毕竟他一直像亲生父亲一样对你 我觉得这个称谓 这不仅仅是一种称呼 这是一种承诺 爸 爸 谢谢你 爸 希望你以后在你大姨父的引导下 继继继继续务 我给你加油 好 好 好 我在这里 我想说一声 我代表我的姊妹 谢谢我这个老朋友 其实家里的每一个成员 都为这个家庭的成长 付出了自己的爱 和一份理解 真的也是为电视机前 很多家庭做了一个表率 向你们学习 希望咱这个大家庭越来越好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接下来我们就要用歌声 抒发心中的情感了 据我了解 在这个环节 咱们家是推荐老妈为代表 我妈 是吧 老妈唱什么歌 抱抱歌名 好人一生平安 好人一生平安 也祝福我们这个大家庭 好人一生平安 有过多少皇室 皇后就在昨天 有过多少朋友 皇后还在昨天 一层心一层层笑 分是苦是甜 如今绝备作愿 好人一生平安 好人一生平安 谁能丢我痛醉 想着念念碎碎碎 此次天涯解有缘 此情分乱人间 今天这期节目接近尾声啊 此时此刻不知道 哪一位委托人的故事 还在您脑海当中萦绕呢 每一位委托人的故事 都在感动着我们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想起来那句话 叫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向幸福出发 下周再见